总计我既病救援没有罪 对他做出了罚款6万元 救人无数的老姚医只因没行医资格证 就被责令罚款6万元 老姚医认为自己救人无罪便提起上诉 事后法官来到老姚医家中调查 途中却遇到一名被毒舌咬伤的妇女 因为县城医院路程太远 将妇女送到医院估计黄花彩都凉了 于是便只好将妇女送去老姚医家中 刚遇到危急病人时 救助病人是第一位的 在当时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 只要懂得医疗知识的人 就应当对病人进行救治 法官将救人放在第一位 要求老姚医尽快施救 果然老姚医不负众望 一系列熟练地操作下来 妇女渐渐脱离了生命危险 法官对此刮目相看 村民也是纷纷替老姚医求情 老姚医在我们这里看病对我们很方便的 阿嬷发烧的话 我经常去问她 但法官认为 虽然老姚医确实有医治人的水平 但没有行医资格是事实 法官建议老姚医去参加相关的考核测试 老姚医听后当即拒绝 毕竟自己年纪大了 只懂一些中医方面的知识 如果再让她去研究西方的学科 自己脑袋一时间也吸收不了 所以她决定将这样的机会交给儿子 事后便关闭了诊所 最终卫生所决定 如果老姚医的儿子有了行医资质证 诊所就可以重新营业 此事也有了圆满结局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